无量寿经之衣食自然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阿南 比佛国土诸往生者 具足如是清净色身 诸妙音声 神通功德 所处宫殿 衣服 饮食 重要滑香 庄严之巨 由第六天自然之物 若遇时时 七宝波气自然在前 金 银 琉璃 车渠 玛瑙 珊瑚 琥珀 明月 珍珠 如是珠波随意而至 百味饮食 自然宁满 虽有此食 食无食者 但见色闻香 亦以为食 自然饱足 身心柔软 无所谓着 是以化去 实至复现 比佛国土 清净安隐 微妙快乐 赐予无为泥环之道 好 这是衣食自然 第十七章 佛又告诉尊者阿南 阿弥陀佛所住持的沙土中那些诸往生者 诸往生者代表各种身份 各种不同正位的往生者 他们都平等的具足像佛那样清净的色身 就是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紫模真金色 都是表达他这种清净色身的功德 以及他们能够发出种种微妙的音声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往生者 他讲出的话非常深远 非常清净 表述他说出的话像三百口中发出的声音 如果我们一听 都不止耳聋三日 可能耳聋一辈子 三百口中同时发出的声音 一般人都受不了 发出这样的妙音 具有六种神通的功德 这是阿弥陀佛前面几条愿 让这些往生者得到宿命通 天眼通 他心通等等 这些神通都显现出来 那这些往生者 他的滋生用具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再介绍 这些往生者 他所住的宫殿是应念而至 想住什么宫殿 念头一动就有什么宫殿 这些宫殿想是黄金的 是白银的 他都可以随心所欲 这个面积的大小 建筑风格的特点 也是随你的好乐来显现 这是他所住的地方 然后衣服 念头一动 想要什么衣服 自然在身 那这个衣服都是七宝的衣服 这个衣服里面当然也不仅是披的衣服 还包括一些装饰品 这个宝官 帽子 装饰的还有鹰落 还有这个壁串 这些也都是念头一动 马上在身上 那这些衣服和这个宝官 包括鹰落 都是七宝的乃至无量重宝合成的 你看这个往生者的身体多么庄严 那是珠光宝器 非常庄严 这是外面的衣服 饮食 也是自然现前的 你面头一动 想要什么饮食就有什么饮食 还有众庙华香 庄严之巨 一方面你可以装饰自己的宫殿 类似 还有这些往生者 如果到他方世界想去供佛 这些微妙的华呀 香啊 壮啊 盖呀 音乐呀 也都现前 这就像我们遇见的第六天 他画自在天 他所享用的一切滋生用具 不需要自己劳作自然现前一样 这里只是一个笔框 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宫殿 衣服 饮食这些 比第六天 他画自在天要高妙的太多 他只是用这个比喻有一个特点相似 就是自然而然现前 不需要去劳作 好 那看到这些 跟我们世界一相比 这里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这个世间由于福报不够 想得到点注的地方 衣服 饮食这些滋生用具 非常辛苦 甚至从生到死一辈子 就为这些滋生生用具去奔波 去劳碌 有时候还一时难记 为了得到这个 每天是不择手段 挖空心计 造作种种的恶业 所以这种生存状态 它本身就是很苦的 苦就苦在什么 我们的生存资源太匮乏 我们没有念头移动就能现前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经过辛勤的劳作才能得到 这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身心的那种压迫感 所谓的生存压力 这种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心思去顾及道德 顾及精神 顾及宗教 顾及心性的价值 顾及审美的价值 你看 那种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把这种滋生用具看得越来越重的时候 也就是它心灵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时候 也就是一切美好的东西越来越边缘化的时候 也就是众生相互之间越来越痛苦的时候 那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道场呢 它没有生存压力 它这些滋生用具 念头移动自然在前 那大家不要以为 看到这些是不是讲神话 是不是事实呢 我们说这绝对是事实的 它也符合科学的法则 我们上个世纪爱因斯坦讲 这个智能互变公式 一等于mcr 就是以这个能量等于质量m乘上c 是速度的平方 这个公式虽然简单 但简单的是最高的真理 它揭示了物理世界一个奥妙 这个能量跟物质是同质的 什么叫能量 能量就是释放了的物质 什么叫质量 质量就是闭锁了的 闭锁状态的能量 而且它跟速度有关系 当在加速的情况下 这个物质变成能量更大 所以这就是制造原子弹 中子弹 它为什么要用加速器 你用加速器 它原子裂变的这个能量就更大 那现在爱因斯坦这个公式 随着30年代原子弹的制造 最终投到日本的广岛 长崎 这两颗原子弹表明这个公式是有操作性的 就是这个质量可以变成能量 一个微小的原子通过裂变释放成巨大的能量 这已经成了事实 但这个公式也表明 这个质量可以变能量 同时能量也可以变成质量的 这两者是同价的 但我们这个世间目前的科技 还到达不了能量变质量的情况 什么叫量 比如我们的一个念头就是能量 这个念头能不能你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就有一个质量现前 这个世间众生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它的心念是散的 它聚焦不到那个临界点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却把能量变质量 变成了事实 因为它心很清静 它没有一个我和我所的观念 它清静到那个程度 它念头的这种聚焦 就能够到达变成质量的这个份上 所以它念头一动 想要宫殿就有宫殿 想要衣服就有衣服 想要饮食就有饮食 这是符合智能互变公式的道理 所以它没有一点迷信 这是个事实 这就是讲心能转悟 即同如来 如来就有这种德能 他心可以转悟 但凡夫他心是被悟所转 心被悟转 即是凡夫 心能转悟 即为如来 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这些天人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功夫 只是阿弥陀佛把他正道的佛地上的这种功德 这种妙用 心能转悟的妙用 恩赐给我们 就是我们这些诸往生者在弥陀的加持之下 能够把自生用具念头移动自然现前 是这么一个道理 具体说 如果你想饮食的时候 你比如我们都以往生 肯定到了中午的时候 多生多节都有这么一个习气 哦 到了中午 应该是吃午斋的时候 过堂的时候 你要想饮食的时候 马上这个七宝波器 这个波还不是我们的瓦波 铁波 那是七宝的波器呀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用瓦波是不可能了 瓦波在那里都显现不出来 那档次太低了 阿弥陀佛佛地上的福德给了我们 我们怎么会用瓦波呢 但是在我们这个世间修道 你不能用七宝波 增长贪心 那这里就得用瓦波 要朴素一点 要减少贪心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会有贪心 所以用七宝波器你不会 啊 这么好啊 就贪心 它不会有 所以这个七宝波器也是 法尔自然的 现在你的面前 你要黄金的波 就是黄金的波 要白银的波 就是白银的波 乃至是珍珠的宝波 它也献钱 叫随意而至 随着你的意愿自然的显出这样的波器 这个波里面百味饮食自然盈满 百味饮食表明非常丰富的佳肴美味 也是法尔自然的装满了你的波 这里也没有谁来做饭 也没有谁给你添饭 你面头一动 就在那里 这自然盈满 当这个波器线前的时候 虽然有这个食物 但是食无食者 这个是很有意思了 由于我们有习气 有饮食的习气 习气就引发了念头 念头一动 这个七宝波器中饮食就现钱 当你现钱的时候 你马上会警觉 唉 我可不是在娑婆世界了 我是在极乐世界 我的身体不需要吃这些东西呀 不需要饮食 它是禅月为食 它是把洗为食 所以实在来说 是不需要去断食 吃这些东西 这是食无食者 但既然这些东西现钱了 看看它的颜色 欣赏一下它的颜色 闻闻它是什么香气 就是意念上领略一下 意念上领略 就感觉到 哦 我已经食了 我已经饮食完毕了 你意念上领略 实际上就把这个波器里面营养的东西 射受到身体里面来了 感觉到身体气力 精神很聪明 这就是法尔自然的感觉到饱了 感觉到气力很好了 而且这样波器里面的食物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身心修道 你意念上领略之后 感觉到身心都很柔软 你看这个极乐世界六尘都能做佛事 不仅仅是我们世界的阴生能做佛事 他方世界诸佛用六尘做佛事 比如相继佛国 他不讲经说法 他就让你闻香 闻香 吃香饭 他就可以破无名 开悟 得这样的果实 所以你看六尘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不仅仅是前面讲的阴生通过耳根元通能得到法益 那么通过剑色闻香 通过这个半食的香味 意念上去领略 也能让我们服烦恼 开悟 乃至于断烦恼 断无名 这个饮食虽然是非常美味的饮食 但是往生者不会贪恋 我们凡夫众生一看好的饮食 都会贪恋执着 平时吃一碗饭 如果碰到很好的饭时 他可能吃三碗饭 这就是他练着这样的饮食 我们这个众生确实是饮食 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对这个饮食的执着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寺院要修五官堂啊 你看到饮食的时候都要做五种观想 其中一种观想就是你看到这个饮食的时候 要放心离过 贪等为宗 为什么 要离什么过 一般人看到不好的饮食 他就要皱眉头 哎呀 今天怎么这么不好的饭食啊 如果看到很好的饭食啊 今天好啊 我要多吃饶 对好的 他就很欢喜 对不好的 他就很讨厌 这就是过 心里的过 心里不平等 那世间人为了点饮食 甚至可以打架 国与国之间可以战争 这都是烦恼 所以极乐世界往生者他虽然有美味佳肴 但是他不贪恋执着 无所谓着 很洒脱 然而意念上领略了一下之后 感觉到这个饭食的过程过去了 马上这个七宝波器 甚至还有一个你用餐的那个宝吉 一个小桌子 也是七宝的宝吉 还自然有一个坐着很柔软的那种毛毯式的坐垫 都自然现前 你在那里坐着来很舒适的用餐 你觉得用完之后 自然的这些餐具 这些桌子都没有了 自然化去 这个化去 化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现前 他来自什么地方 来无所来 去无所去 这不是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吗 来不知道怎么来 去也不知道到哪儿去 这不是能够体会到法性真如的妙用吗 那饮食完了 自然没有了 你看这多自在 不像我们这个时间 你用完餐还麻烦 还得洗碗 擦桌子 打扫地面 这些都不需要 等到第二天摘饭的时候 这个时间到了 你面头一动 他又重新现前 实至复现 你看他就写出了饮食的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 对于宫殿 对于衣服 对于一切滋生用具的享用 也是像这一样 可以举一反三 这些宫殿 衣服 这些滋生用具也是来无所来 去无所去 比如你穿的衣服肯定也不会脏 你想永远穿也都可以 但是人 可能他有习气 希望 我要变化变化 换一个其他的款式 换一个其他珍宝的衣服 你这面头一动 身上的衣服就没有了 化去了 然后你想要的其他另外一种款式 另外一种珍宝衣服 也自然的披在身上了 你头上戴的帽子 你想换一个款式也能够换了 随心所欲 好 这些就表达极乐世界至极的清静安隐 微妙快乐的特点 这些清静安隐 微妙快乐的特点 实际上就是等同于无为涅槃之道 且面法藏菩萨就发愿要活如尼环 我所成就的国土要像涅槃那样特点 大家知道 涅槃有四种德能 就是常 恶 我 净 极乐世界就跟这个涅槃的常恶我净 十次同之 他说次于无为涅槃之道 次于是怎么表达呢 实际上 他就是法性涅槃的地方 那次同之 他是根据往生者神识所变现的一种情况 不能说完全等同 但是就往生者的情况来说 用次于来表达 那虽然次同之 实际上他就完全包含着涅槃的特点 比如前面讲这个国土一旦建立之后无衰无变 没有春夏秋冬的更迭 这就是表达涅槃常的德性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就是刚才讲的无有三徒苦难之名 但有自然快乐之音 而且永远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表达涅槃乐的特点 那么他的宝树 这么小的一棵树 狭小的空间 能够看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沙土 这么广的境界 广的境界没有缩小 一个宝树的狭小空间没有放大 但是可以相容互籍 自在无碍 这就表达极乐世界涅槃我的特点 自在意 那极乐世界极为清静 没有一点够然 每个小空间 每个片段都能见到他方世界的景物 这说明他清静到极点 才把他方世界的信息全都能够射受过来 清静无然 这是涅槃静的德性 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是一个殊胜的快速成佛的道场 它整个就是涅槃的境界 这个涅槃的长 恶 我 静 全方位的给予加持 它用六尘跟我们的六根相接触之后 有个强远的加持力 令我们快速地趋向于这个无为涅槃的境界 嗯 嗯 嗯